你知道像這樣的簡報內容 需要花多久時間來製作嗎? 只要5到10分鐘就可以完成喔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 要怎麼透過AI去鞭策它 然後來生成這樣的簡報內容吧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有1對1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我是阿湯 很多人利用AI來製作簡報的時候 都會犯了一個很常犯的錯誤 就是用很簡單的Prompt 去請AI來製作出你想要的這個簡報內容 當它產出的內容之後 你採用自己的小腦袋瓜 然後再思考 是不是應該再補上什麼內容 然後你就會叫AI來補上什麼什麼樣的內容進去 但其實我們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AI自己反覆的檢視自己的簡報內容 不斷的進化修改增加細節 往下我們就教大家要怎麼讓AI鞭策自己 調整這個細節 讓簡報更加的完善喔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呢 就是要怎麼去用AI 然後打造出比較有品質 真正可以用的這種簡報的內容 因為很多人在用AI做簡報的時候都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用AI產出來這個內容 然後拿來直接做簡報 好像就是好像東缺西缺的 總覺得那裡怪怪的 字要改的部分好像非常的多 那我先給大家展示一下呢 這是我隨便舉一個範例 比如說我想要針對呢 Volvo這家汽車公司呢 提出對於 EX30這款電動車的提案簡報 這只是個舉例啦 並不是真的有這個提案簡報在 那我就是針對EX30這個行銷呢 使用AI來建立出提案的內容 好先給大家看一下產出的結果像是這樣 是不是感覺算是蠻完整的呢 對很多行銷人來說 這裡面其實已經蠻多東西是可以拿來作為參考使用的 接下來我就要帶大家呢 要怎麼去使用AI 產出一個像這樣比較完善一點這個內容 首先呢 我們利用的就是ChatGPT 透過ChatGPT要產生提案簡報內容 通常就很簡單的 給我一份對Volvo的EX30電動車提案簡報內容 那如果你只是這麼簡單的讓它去生成出來 你一定會東補西補一大堆內容 才要辦法真正做出一份 基礎版的提案簡報 所以這個真的會差得很遠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就是要怎麼去調教AI 讓它呢 去對這個簡報內容 不斷的去自動生成 或是不斷的自動的在演化更多細節出來 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想要用AI來做這種簡報內容 其實我會蠻建議的一個步驟是用這種深入研究 然後讓它去提案內容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這個的話 用深入研究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我今天呢 就直接用預設的這個4O 然後再來產生給大家看 應該要怎麼做 針對AI可以反覆的去調教 首先我們先送出一樣 很簡單的這一句 提案內容 簡報內容 把它送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了像這樣子 簡單的提問之後 它就產出了簡單的這個簡報內容 可以看一下簡報主軸 市場背景洞察 產品亮點 也是簡單的都描述一下 目標受眾 行銷策略建議 對大家來講 我想這樣的內容 應該是完全不可用的 甚至可用的比例不到5%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換個方式 首先呢 第一個步驟呢 你要先思考一下 你這份簡報 總共會經過幾個關卡 比如說我這邊大概列一下 一般來說呢 會從行銷公司的業務專員呢 先製作提案的內容 然後再來往下就是 每一層都是審核的角色 比如說行銷公司的主長 行銷長 然後再來會到 客戶公司的行銷專員 行銷主管 最後要付錢的這個老闆呢 再經過最後是審核的蓋章 之後呢 才會開始正式的去執行嘛 所以我們提案一般來說 可能就會有這六層 那你自己的話 就按照你自己本身 你可能會有幾層的這個關卡 或是你就直接按照這樣流程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可以先讓ChartGD呢 去生成這六個角色的Prompt 那我們就這樣 先產生出來看看 好這邊呢 它就產生完六個不同角色 針對簡報呢 它會有不同的方式去做切入 以及給你建議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步驟呢 就可以用這樣每一個角色的Prompt 然後來產生我們想要的內容 我們開一個新的聊天頁面來開始 好你是一個行銷專員業務 請根據產品資訊 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是針對Volvo EX30 然後撰寫一份呢 符合客戶需求的行銷簡報初稿 包括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如果你自己有想要預設 就先加上去的 你可以在這邊加 我們可以把它送出第一次 然後我們回到前面 先來複製第二個Prompt 就是下一個業務組長要審核的內容 在它這個產生的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先在往下呢 先貼上我們下一個Prompt 這個上面呢 是行銷專員基本出來的初稿 我們可以再往下呢 讓業務組長來調整這個初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呢 光是進入到第二個主管 他要新增的這個資料 以及建議方向 就多了很多 每一個呢 像是市場洞察 產品優勢 目標族群 然後行銷策略 你看它每一個項目呢 它都有一個強化的方向給你 建議的內容呢 其實細節多了很多 這邊呢就講說呢 是否需要協助修改稿件 之類的這種文字 那你可以直接叫它改 這邊你就可以說 按照上述建議 完整修改這個簡報的內容 然後讓它去重新調整一次 完整版出來 好這樣呢 經過第二層的業務組長這邊呢 他就已經修改了一版出來了 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即便你不細看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簡報的內容呢 比剛剛細了很多了 對不對 接下來往下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三層 第三層呢 是行銷公司的行銷長 好我們可以在這邊 直接再貼上去 這邊是講說 站在公司高層 以及全案負責的角度 來全面檢視簡報內容 是不是又符合品牌策略之類 等等等等等等 最後我們可以加下 最後按照呢 建議直接修改 並輸出一份完整版的內容 好我們一樣再送出 進入第三層 好第三層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會去再審核所有的內容 之後再提出這個建議 然後提出建議完之後 我是請它直接輸出一個完整版 好這邊往下又輸出一個完整版 出來了 細節又再增加一點 修改了一些內容 再來往下呢 我們要進入客戶公司的行銷 專員端了 我們就按照行銷專員的切角 去檢視了這個簡報 然後看有什麼要修改 然後直接再輸出一份完整版內容 一樣我們把它再送出 好一樣你可以看到 不論你怎麼換角色 它其實都會可以抓出一些 它覺得可以再修正 或是補強的地方 最後一樣再輸出一份 完整的這個內容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 再下一層 我們可以再讓它去 進入行銷主管 然後再去調整這個內容 然後最後一樣我們再進入 最後一層第六層 你看可以這樣層層的去剝削它 然後一直讓Charge質疑自己之後 再產生出內容來 最後一層就是客戶公司的 這個老闆的角色 然後我們來把它在最後總結一次 然後來決策這個內容 到底可不可行 有沒有要修正的地方 然後這樣你看這個基本的 初步的出稿呢 經過了六層的審視之後 它就已經修改到 近乎是我可以覺得是完整版的 但是當然這不是真的 可以使用的這個完整版 畢竟我們當初訂的這個 prompt呢是初稿 所以呢這個其實是初稿的 算完整版 可以在你提案的這個 最開始的時候呢 很快速的可以進入 這個整個重點的整合 然後再來往下看呢 你看它會有後續 需要補充的資料 因為它是初稿 這時候你可以請它呢 再繼續補充這個後續的資料 直接叫它補足建議的 三項補充資料後 再輸出一次完整版 最後呢就生成了一個 補足最後三項資料的 這個簡報內容出來了 我們可以先把它複製出來 認真來說呢 這還不算是簡報的內容 有些細節它還需要再去補上 那我們可以再把它複製下來 好那如果有牽扯到 數據相關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大家呢 把那些資料呢 可以丟到perpacity呢 這邊來去讓它去搜尋 去驗證你這些數據資料 是否符合事實 或者是呢 可以從這裡再去搜尋 有沒有更好的這個數據 可以參考 透過反覆驗證的方式 來確保你的資料呢 沒有錯誤 以及沒有問題 那如果確定都補充完畢之後呢 像我們剛剛複製下來的資料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 Gamma呢 去生成一個簡報出來 建立簡報的方式呢 我們使用貼上文字的方式就好 把我們剛剛複製的 這個簡報的內容呢 貼上來 那有些補充資料這個呢 你可以等一下 最後再去修改就好 接下來我們按繼續 這邊會先幫你整理好 你剛剛貼上去的內容 然後幫你創建 不同的卡片出來 那免費的賬號呢 一次呢就是產生出十張卡片 那如果超過十張 你也可以直接手動按新增 然後再把某一段落的這個重點 把它貼上來 然後額外再去新增這個內容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你就是直接用付費的版本 然後就可以往下去 新增更多的頁面內容 那我們剛剛做了這個 簡單的初稿 它就只有九個卡片 再來左邊這邊呢 可以大家去設定一下 像這個呢 文字的內容 看你要不要讓它去寫更多細節出來 然後每張卡片這文字量 你要不要讓它更詳細一點 比如說我們讓它更詳細一點 輸出繁體中文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可以按繼續 好再來是挑選主題 往下如果你有覺得有適合主題 你可以按照你選擇來去生成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概念 或是靈感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生成 然後讓它去直接使用就好 好接下來呢 你看它就會針對 你剛剛給它的內容 然後再去產出更多細節的文字 以及呢補上該有的類似的圖片 它現在圖片也是直接用AI生成的 所以呢這個版權的問題比較沒有 簡報看起來也會比較豐富一點 好我們等它產生完後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內容會長什麼樣子 好這樣呢 它就完成了初步的一個簡報的生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製作出來的成果 每一頁呢 是不是看起來很有模有樣呢 是不是呢 就不像是你印象中的這種 AI生成的簡報的感覺了呢 包括圖片以及文字都非常的詳細 只會像圖片呢 像我這個是EX30嘛 那它也會有一些車牌上的問題 但其實這些圖片 你就自己再點擊 然後再去修改掉圖片就好了 但以內容來說 像這種設計感 或者是內容的數據等等 安排排版 其實都是比你自己製作呢 我相信應該都是好蠻多的啦 然後看完整個簡報 其實你自己需要修改部分 就會比較少一點 這樣呢就完成了一個 比較初步的這個結構 接下來如果你想要往下呢 做一個更詳細的簡報呢 其實就會簡單很多 畢竟所有的簡報內容 最難的就是最開始的那一段 要怎麼去產生出大綱 以及想要的初步的內容 這是最難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剛剛講的 就讓AI自己去反覆的去思維之後 透過不同的角色角度 然後來修改內容 逐步的讓這個內容呢 越來越完善 以及呢注意到更多的細節 那這個簡報的內容呢 就會相對的比較有品質 而且內容也會更加的豐富喔 看完上面的教學之後 你是不是才發現 原來如果想要產生簡報內容的話 也可以讓AI 反覆的用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度 去審視自己的內容 就可以產出更多細節 以及更多的建議 即便你自己沒有發現了 AI其實只要給它一個新的角色設定 它就會提供出不同的建議方向來喔 如果你覺得呢 像這樣一層一層做 很麻煩每次都要產生角色的話 其實也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Charge GD Plus方案的話呢 也可以利用專案管理的方式 比如說專案1就是行銷業務的角色 專案2就是行銷主管的角色 那你可以在每個專案裡面呢 擺放不同的指令進去 這樣呢你只要從1專案產出的內容 就丟到2 2專案產出的內容再丟到3 就依序丟了6次之後 就能夠完成你整個簡報的這個內容 最後呢一樣再丟到Gamma 去設定圖片 以及更詳細的文字說明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的教學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相關AI的教學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阿康 下次見 掰掰